根据内政部统计,到去年底为止,国内六十五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了四百二十九万人 其中独居老人,推估至少有六十七万人 不过卫福部的调查报告却指出,独老人口只有三十九万 取劣策关怀的独老是五万人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就直言,独老人数可能被低估 建议卫福部需重新检讨 随着高龄化与少子化影响,独居已经成为许多老人的生活方式 虽然独老不一定是经济弱势,但却可能潜在许多危机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表示,独居老人可能因为数位落差 容易被诈骗集团锁定目标,而且万一在家跌倒或生病 第一时间恐怕求助无门 像这类型的长辈就很可能在第一时间内 比较没有人提供这样一个紧急的支持跟协助 另外老萌分析发现,卫福部的独老定义可能太狭隘 根据内政部统计,到去年底为止 全国六十五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四百二十九万人 独老比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六 推估至少有六十七万人 但是卫福部老人调查报告却指出 独老比率为百分之九点一一 独老人口仅有三十九万人 两者相差二十八万人 需列测关怀的独老人口也仅有五万人 社福团体建议独老定义应该再放宽 只要实职独居就可视为独老 并鼓励高龄长者投入社区志工行列 让独老不孤老 社福团体建议独老定义应该再放宽 而卫福部则回应强调 地方普查实际需要关怀人数 调查方法跟定义都跟内政部不同 才有数字上的落差 未来会持续检讨精进服务品质 记者来说明讲诺 想要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